美季本土确诊个案已经突破了500万例 指挥中心分析 过去三周属于疫情平原期 不排除本周的确诊数会明显上升 预估年底前恐怕会再增加300万例确诊数 而近来许多民众忧心 BA.5疫情是否会冲击到边境开放的时程 有医师就提出了六大考量指标 其中国内三剂疫苗覆盖率应该达八成以上 目前还有一小段距离 也有医师认为等下一波疫情退烧 大约10月左右边境就有望进一步松绑 年初至今本土确诊个案累计超过500万例 指挥中心分析 过去三周处在疫情平原期 不排除本周本土确诊数会明显上升 按照确诊率推算 到年底有可能会再增加300多万例 那我们预估呢 这一波大概至少会感染可能10%到15的人 这是已经是保守估计的 就是300万左右 眼看本土疫情变数多 让许多民众关心台湾边境到底何时能开放 一是黄轩认为要看六大指标 首先要看国外疫情发展 各国b1.5疫情在上升还是下降阶段 以及有无新突变病毒 致病性是否更高 目前全球疫苗覆盖率才超过六成 还不够 而以国内来看 台湾三剂覆盖率需达八成以上 现在还有一小段距离 也得观察接下来b1.5新疫情是否造成社区大规模传播 本地医院有无群聚感染 医疗量能必须充足 黄轩也补充说明边境是否开放 考量范围复杂 而疫苗施打状况是重中之重 大部分的专家也是建议到八成以上能够对抗全球的Omicron的大量的流行 b1.5开始往上升起来的时间大概就在八月底九月初 一个半月左右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也有专家分析 等新一波b1.5疫情退收 边境就有望进一步松绑 接种不到 感谢观看